小學生 因為我很喜歡小小動物 因為我喜歡胖胖的動物 所以熊本熊 我覺得很療癒 十九歲的其他女孩 還在為了愛美或肯曬太陽 陳思佳就已經為了高爾夫 在太陽底下努力了十年 我應該從小學的 什麼校外旅行什麼什麼 到現在都還沒有 就是都沒有去 就是因為每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遇得 跟比賽撞起 十五歲那年 陳思佳創下我國最年輕業餘選手 贏得正式職業比賽勝利的紀錄 超齡的表現吸引眾人目光與期待 然而陳爸爸始終認為 能夠有現在的成績 是美麗的意外 也是陳思佳 一路堅持到底的結果 這個是我在2014 然後是廈門公開賽的冠軍獎名 他是中旬跟歐旬一起合辦的比賽 陳思佳曾經以業餘選手身分 拿下四座職業賽事冠軍 其中2014年的廈門國際公開賽冠軍 讓他有了轉職業挑戰歐旬賽的資格 思佳得到歐旬的這個賽事以後 我覺得我們開始有一些困擾 因為歐旬他給思佳14天的一個時間 決定轉不轉職業 因為那時候思佳大概他的業餘排名 已經來到第八 他有可能拿到世界第一 那我想這是一個每個業餘選手 他的心目中一個夢想 一旦轉職業就不能參加美國的業餘大賽 也無法挑戰業餘世界排名第一 17歲的陳思佳面臨了抉擇的關卡 那一樣都是磨練的話 其實那邊就是歐旬賽其實是 這個戰場是更有挑戰性 因為全部都是職業選手 然後來自不同的地方 如果一樣都當成磨練的話 那就是為什麼不去那邊試看看呢 打出成績後 陳思佳獲得各界關注 無形的壓力使得他 常跟父母親教練檢討自己的表現 這過程當中 父親陳德明不僅陪伴他訓練 還曾經擔任趕弟 就是想了解女兒在比賽的心路歷程 這條路真的單打獨鬥 輸贏他自己給他扛 我們其實在旁邊只是搖心吶喊 我覺得幫助他不打 我希望他過正常生活 因為每次晚上看他睡覺 白白小孩變成黑的時候 是我跟他講說不要練不要打 他沒有講過 我記得到現在都還沒講 還沒有聽他講過 累了啦或者他不想打 最開心的應該是他在出機場那個門 我不大敢在那個大眾面前抱他 因為畢竟我還是一個很保守傳統的人 成績好壞其實打完就結束了 我希望看到他平平要回來 送他出去平平要回來 這個是我現在 現階段最快樂 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 每一步都走得戰戰兢兢 陳思佳現在轉入職業之後 他也明白接下來的考驗將更加嚴苛 但是陳思佳毫無畏懼 因為他知道在背後 有家人的支持跟企業的資源 他也更有信心去迎接挑戰 很多前輩就會說 球沒有打到最後一桿推進洞 都還沒有結束 所以一直都不可以放棄 所以一直要好好的打下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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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